台湾的医疗系统真的不能不改革否则即将崩溃吗 国际期刊刺歌真近日刊登一篇关于探讨台湾医疗系统是否濒临崩溃的文章 点出健保成功的背后存在保费低廉等财务危机 导致医疗院所长工时低薪资的工作形态 不只可能降低医疗品质 医事人员也因为倦怠感而离开医疗职场造成人力流失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洪子仁指出 核心回到了健保总额预算必须充足 医疗机构有足够的财务任性才能改善这个现象 也盼望要经由健康台湾生根计划的各项改革 透过计划引领政策从预防医学到疾病治疗 衔接长照3.0全人医疗服务 借此实现健康台湾的愿景 东三新闻生活中心在台北采访报道 今天洪子表现的风险